深夜,某小区出现头戴面具的黑影 回家业主遭到面具人的持枪抢劫 连环案件的发生,给当地居民带来恐慌和不安 警方快速组织警力,侦查破案 面具之后,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结案追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5年12月3日,23点30分左右 河北省千安市某小区院里的灯光,大多已经关闭 四周漆黑一片 赵先生跟往常一样,准点下楼 匆匆上了刚买不久的白色月影车 去接领给下班的妻子回家 去看了什么 让我解决了 去看了我们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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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上有亮点,我的照片 那我跟我们的照片 有亮点,我看了我们的照片 不是,不幸福的照片 面具准够了我看了我们的照片 先生驾车载着妻子回到了居住小区的楼下 就像他们熄火下车 打算关闭车门的一刹那 突然一个黑影从暗处窜了出来 自然脸上戴着骷髅面具 并且用枪指着赵先生的幕府 他这也一惊 他没成想自己能运动这事 然后当时我第一反应 就叫我学习 我说学习上车赶紧上车 我心里当时想的是上车之后赶紧落索 落索之后我们就安全了 赵先生和妻子上车后 还没来得及锁车 犯罪行业人已经窜到车上来 坐进了后排的座位上 并大声恐吓赵先生夫妇 不许动 不许动 在动打 后视镜 还有那个行车记录仪 还有包括那个GPS导航 把这个都关了 不许回头 赵先生在自驾居住的小区遭遇抢劫 是始料未及的事情 赵先生为什么选择回车躲避 而不是带着妻子往家里跑呢 因为我们家楼层挺高 还有电梯 我怕是 我爱人呢 我怕他跑不过节奋 我怕是 来不及开门 或者来不及上楼梯 这样被人堵住 就更危险 戴面具的男子 用枪顶住赵先生的脑袋 声称自己身被一条人命 警方正在击步 只要将受伤的兄弟送出小区 就放赵先生夫妇回家 我们绝对不报应 你别伤害了 送我那兄弟出城 行了吗 我一开始以为 可能是抢车或者抢钱 我们就答应他了 我们说行 然后他就给他那个 所谓的同伙打电话 过了大概两分钟左右 持枪男子的同伙 也戴着一个面具上了车 此时已经是2015年12月4日 0点20分 在两名犯罪嫌疑人的持枪威胁下 赵先生按照要求 将车开出小区 一开始第一步要求是 让我们送到小区门口的人 出了门口之后 他就改变容易了 说你给我们送出钱 车子驶出小区大门不紧 犯罪嫌疑人便对赵先生 提出过分的要求 被枪抵住脑袋的赵先生 只好驾车继续前行 他一直在后背 他也不让我们回头 也是拿着枪来回来就换 就这么吓唬我们 2015年12月4日凌晨2点07分 河北省西安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值班的民警接到报案 报案人告诉警方 在自己居住的小区楼下 被人持枪抢劫 后警周旋 侥幸脱身 但所驾车辆已被抢走 而这名报案人 正是深夜遭遇抢劫的赵先生 警方问清了赵先生所在的位置后 立即赶往事发地理 110指挥中心 同时通知有关部门 即刻在静安市区各大路口 设抢拦警 见到开车赶来的民警 赵先生大致讲述了遭遇抢劫的过程 第二天 赵先生在父亲的陪伴下 又来到河北省江安市公安局行政大队 详细刻画了两名戴面具的犯罪嫌疑人 想接赵先生的全部细节 然后又下到万灵路 然后之后上去 我就一直跟他说 让我媳妇赶紧安心下车 在走到万灵路中间的时候 他跟我说 你媳妇可以从这下车 但是当时我反对了 因为万灵路没有路灯 特别黑 然后把我对象的手机也扣下了 一个人下车 小姑娘下车 我怕再生别的事 当赵先生被犯罪嫌疑人用枪胁迫着 驾驶车辆来到一个农村信用社附近时 犯罪嫌疑人贺令赵先生 把车停了下来 然后这俩歹徒就说出真实意图了 他说你们去 我们去 去五千块钱 我兄弟受伤了 我急需这笔钱 给我兄弟治病 受害人的妻子 当时就说 我没带卡 身上也没有现金 然后嫌疑人就说 那我们就冒把钱 你把车再开回小区去 你去回家去取卡 然后回来跟我们之前 就这样 赵先生又被迫掉头 驾驶车辆想居住的小区市区 犯罪嫌疑人在车上 不停地用手枪指指托托 虚张声势的恐吓受害人 说你们千万别耍花招 我们不怕再多一条人命 然后 如果你们少花招 你哪怕叫来警察 我们也可以跟警察伙拼 在返回的路上 赵先生心情十分复杂 一边开车 一边琢磨着 回到小区后 如何与犯罪嫌疑人周旋 尽快安全脱身 二十多分钟后 车子回到赵先生居住的小区楼下 车子停下后 两个戴面具的犯罪嫌疑人 用手枪示意赵先生的妻子下车 回家去取银行卡 父母在书房住 然后我说在书房 咱们那个那钱包 那卡在那里呢 我的意思是 第一个提醒他是让他上来之后 换我父亲 然后第二个提醒 让他拖延点时间 因为当时我想他如果上来之后 我可能会更轻易脱身一点 嫌疑人还去问这个赵先生的妻子 说你们家住在小区几楼 我们家住六楼 你瞎说 我们早看好了 你们家住七楼 说你也不说实话 我们肯定饶不了你们 赵先生的妻子 战战兢兢的下车 准备回家取钱 赵先生 此刻没有找到任何脱身的机会 没成想 我媳妇下车之后 然后把那个车门都锁上了 我这逃跑也没成功 赵先生被两名犯罪嫌疑人当作人质 只能待在车内 可他的心里一直对他 他不知道妻子上楼后能否明白他的意思 拖延时间 让父亲替代妻子 事情会朝着赵先生预想的方向发展吗 此时 两名犯罪嫌疑人在车内也表现出交道不安的情绪 他们担心赵先生的妻子会选择报警 赵先生的妻子上楼后 究竟有没有报警 他会拿着银行卡下楼吗 深夜 某小区出现头戴面具的黑夜 回家业主 遭到面具人的持枪抢劫 寂静周折 受害人妻子回家去见 老人不顾危险 下楼与犯罪嫌疑人招选 父子两人运用智谋 最终成功脱离险境 结案追踪 天网暗幕正在播出 赵先生深夜开车接下班的妻子回家 在居住的小区楼下 遭到偷戴面具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的持枪抢劫 寂静周折 赵先生留作人质 妻子被迫上楼去取银行卡 这个赵先生的妻子上楼之后 把这情况如实地告个公公 吓得脸色苍白 吓得 说话都有点 就是嘴都有颤抖 赵先生的父亲 拿出了四千元钱 就说那你在楼上别下去了 我下去也跟他们谈 楼下 受害人赵先生内心忐忑地等待着 他不知道 妻子上楼之后 怎么和父母商量对策 两名犯罪嫌疑人唯恐报警 也在楼下的车里 显得焦躁不安 五分钟后 一位老人出了楼道 向车边走来 而此人正是赵先生的父亲 当时我父亲想法就是 四千块钱给他们 拿钱消灾 让他们走 我上去 我说师父怎么 我说 我一看上后面一瞅 都带着面具 带着挺恐怖的面具 完了右侧 副驾 正驾驶后边的 这歹徒 都拿着枪指着我儿子 上了车的老人 看到犯罪嫌疑人 拿枪抵着儿子的脑袋 赶紧将拿来的四千元钱 交给了犯罪嫌疑人 我说就有四千块钱现金 我说师父你先拿着吧 这孩子住院那啥钱 我说你拿钱呀 我说拿都不容易 他说不行 你这个女主是报警了 赵先生的父亲 生怕犯罪嫌疑人 狗急跳墙 连忙解释 自己拿钱下来 就是图个平安 不会报警 两名犯罪嫌疑人 听赵先生的父亲 这么一说 将信将疑 哪怕你卡上两千块钱也行 你给我卡呀 你上车 跟我走 但没什么想 他们又威胁我父亲上车 他说你们少话这报警 我让你 我让你求的卡 你为什么直接拿着现金 挺不高兴 刺客 犯罪嫌疑人 也不敢在赵先生居住的小区久留 对赵先生的父亲 呵斥解决后 便让赵先生开车 沿着出城的方向 送他们离开前安 在途中 赵先生为了分散犯罪嫌疑人的注意 数次恳求两名犯罪嫌疑人 放过他们爷儿俩 赵先生的父亲 本来还想把儿子换下来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当时我跟我儿子都想换 换驾驶 这种情况不容我说 老人上车后 两名犯罪嫌疑人 见赵先生的父亲 沉着冷静 不慌不忙 反而坐得心虚起来 过了没多久 两名犯罪嫌疑人 便叫赵先生停车 我当时判断 因为啥呢 两个人 他们也是两个人 他觉得他不好对付 他是想着早点脱身 我想想 再请让我爸回去吧 大概走到欢联洞附近吧 把我父亲的手机扣下 然后就让我父亲下车了 你儿子在我们手上 敢报警我都弄死了 不可能不可能 我们都不会报警 你放心吧 我们都没这样想过 没事 行爸你放心吧 你先走吧 好 你慢点开车 安全点啊 老人从车里下来 这是赵先生暗地里松了一口气 一来老人脱险了 二来如果有机会 自己一人脱离险境的几率将加大 上了万灵路 大概走了有三分钟 车多 我就把这车速放慢了 我也想找点机会 我想要车速再三四十麦 我要开车门 我自己跑 冬天穿的衣服多 也不会受他太大伤害 赵先生故意放慢车速后 两名犯罪协议人的情绪明显的慌张起来 不断催促赵先生加快车速 你们家人肯定报警了 你在我们耍花招拖延时间 他说你靠边停车 你上副驾驶 上副驾驶 我来看 赵先生按照犯罪嫌疑人的要求 将车子停下来 在打开车门的同时 顺手拿起棋子 放在副驾驶边上的手机 利用换位置的机会 迅速跑进路边的干枯树桶里 然后回头看他们 他们也确实没追 没追着他们就开车就直接走了 然后第一反应就赶紧报警 打电话打110 赵先生报警之后 又给家里打电话 询问父亲的情况 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回到家中 正准备报警 警方接到赵先生的报警后 迅速出动警力展开侦查 并协调相关部门 在秦安市区内设夹拦截被抢的小轿车 据警方调查 赵先生居住的小区 在三个月内 已经接连发生四期持枪抢劫案件 而且抢劫都发生在夜晚 致使周边居民缺乏安全感 产生恐慌情绪 当时跳舞的人 大爹大妈 广场舞的人 不到八点都赶紧回来 当时 人们特别恐慌 都不敢出没 深夜 某校区出现头戴面具的黑影 回家业主 接连遭到面具人的持枪抢劫 警方串并案件 李出之 从这些特征 我们基本上能够确定 这四期案件为医活人所为 从1120第一期持枪抢劫案发生之后 河北秦安警方 加大了案发小区周边的巡逻力度 并安排便衣民警 在小区内外进行盘查蹲守 到了11月26日凌晨 民警在小区巡视时 发现路边停放着一辆 开着远光灯的轿车 而轿车与1124被抢车辆相似 只是车牌号码不同 被害人还说着 因为他被抢的时间 当时他大灯开着 这个嫌疑人将车抢来之后 这大灯一直没有关 办案民警根据远光灯 一直亮着这个特征 发现了嫌疑车辆 正要上前盘查时 驾车的人忙踩油门 快速逃离现场 民警驾车追赶 但被追的轿车 一路上专门往人流较多的街道行驶 为了避免误伤群众 民警放弃追风 民警最后对市区内的卡口监控 进行调取 巡线追查嫌疑车辆 待发现嫌疑轿车时 已经被人为烧毁 变成了一堆废铁 在一个小区的大墙外 发现了这个被劫持的408车 这个车已经被烧毁了 墙上有大面积的擦层痕迹 咱们分析 就是说应该是嫌疑人 驾车逃窜的时候 慌不择路 然后撞到了墙上 最后车翻到那里 正好在它销毁这车附近 有一个这个变电站 变电站外墙上有一个监控 然后咱们把这个外墙上的监控 给调取了 通过这个监控 看见有一辆车 顺着这条小道 就撞到了墙上 之后就看见了火光 警方通过勘查得出结论 烧毁的小轿车 就是2015年11月24日 在事发小区被抢的车辆 而经过追踪发现 这辆车跟124案件 被抢车辆的逃跑轨迹重合 通过这个车的轨迹 进行排查分析 然后这个 这两个车行走的路线 被抢车后行走的路线 都是一致的 我们都更确定了 这应该是同一会儿人作案 警方推断 车辆被撞后 犯罪嫌疑人认为 失去了继续利用的价值 又害怕留下物证 于是就放火烧毁了 前来的车辆 由于烧毁的小轿车 已经找不到作案人遗留的痕迹物章 警方决定 继续在小区附近 寻找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藏在面具后面的究竟是什么人 犯罪嫌疑人的窝点 又在什么地方呢 从这个胆大妄为 从这很短的时间内 来连续作案来讲 怀疑有可能是吸毒人员所谓 要不然就是事先柴过点 要不然就是 他是本小区的这个 居住的这个人员 通过研判这个 受害人车辆的轨迹来看 我们判定 嫌疑人 肯定在前 某处有落脚点 但是他们是本地人 还是外地人 当时不敢确定 警方分析 之前发生的三起案件 和124案件的特点 说明两名犯罪嫌疑人 一直滞留在河北千安境内 或者周边 至少有一人 对案发小区比较熟悉 有可能是本地人 也不排除再次居住的外地人 在排查在小区 走访排查的过程中 并没有获得都是非常有利的线索 然后我们就从小区 然后向外围扩展 警方决定 以车找人 寻觅作案人的踪迹 办案人员分析 犯罪嫌疑人的主要目标 是获取现金 而从烧毁的被抢轿车来看 被抢车辆还没有变现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还有可能更换假车牌 继续作案 2015年12月11日 民警排查时 发现在千安某小区 一个地处偏僻的路段 停放着一辆车 而这辆车与赵先生被抢的 白色越野车 高度稳合 极其相似 通过这个对这车的这个外观 还有这个年检标的对比 正好和这个被盗车辆是一样的 因为它挂着假牌子 引起了咱们的注意 警方排查的小区 原本有大量控闲的停车费 而这辆装着假车牌的白色越野车 却停在小区的墙外 那么它究竟是不是 124案件被抢的车辆 犯罪嫌疑人 又是否就藏匿在附近呢 深夜 某小区出现头戴面具的黑影 回家业主接连遭到面具人的持枪抢劫 警方串柄案件 离出侦查头绪 巡线排查 发现被抢车辆 面对持枪犯罪嫌疑人 警方如何实施抓捕收网呢 结论追踪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河北千安警方调查某小区连环持枪抢劫案 经过近一个月的巡线追踪 在某小区一个较为偏僻的落断 发现了一辆与124被抢车辆高度相似的白色越野车 民警对这辆车进行仔细观察和甄别后 基本断定 这辆使用假牌照的车子就是被抢车辆 但这辆车为什么没有停在小区院内 却偏偏停在了围墙外面的道路上 我们发现受害人的车辆 停放在我们前城区东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区 小区里面有车位 分析嫌疑人应该是怕 我们找到这辆车以后 很快就能确定它的住址 所以嫌疑人声东击西 他把车停在了小区外面 为了尽快查清犯罪嫌疑人藏匿的地点 专案组民警一边对嫌疑车辆进行暗中蹲守 一边加大对小区业主和租住人员的排查 发现这辆车白天基本上不动 晚上9点以后出来活动 其中有一天晚上去了我们的一个林县 与林县警方取得联系后 发现当天晚上 该县有杂车盗窃的案件发生 且这辆车就出现在案发现场周围 所以我们确定 这两个人应该是当天晚上杂车盗窃的嫌疑人 经过两天的跟踪守后 警方发现 开这辆白色越野车的是两个外地年轻人 一个个头较矮且瘦 一个个头高体型发胖 与报案人描述的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相符 经调查 他们就租住在丁方车辆的小区内 办案民警前往小区物业部门 很快调查到犯罪嫌疑人租住的房间 发现房子的租住户是在千安某物流公司上班的刁某 刁某特别刑台人 现年25岁 已经在这个小区租住了两年多的时间 案情分析会上 办案民警确认 不但对刁某有印象 而且还与此人打过交道 法理14年一个循刑自治案的中 就当时有一起案件 他们是被害人 办案民警回忆 当时刁某所在的这家物流公司 有大车司机闹事 负责处理争议事件的部门经理刁某 曾向刑警队报案 并请求警方帮助 办理次案的民警和报案人刁某进行过一些接触 也留下了刁某的姓名和手机号 他这个人的一说名字 他认识 发现现在手机是当时被害人的报案的手机 通过遁守调查 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及其处处 不过如何能安全的将他们顺利的抓捕 警方研究了细致的方案 我为领导非常头疼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犯罪嫌疑人作案是有枪 非常担心 咱们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产安全 同时咱们民警的生命安全也应该保障 不到万不得已 一定要秩序不能枪梧 我们准备了破纹器 振爆弹 锤勒瓦斯 防弹背心 2015年12月14日下午 警方通过侦查 确定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租住的房间内 状案组决定实施抓捕 抓捕当天是由我们那个群局长和雷达队长 只会分为两组 为了避免与持枪犯罪嫌疑人正面交锋 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侦查员悄悄顺楼梯 走到犯罪嫌疑人租住的楼层 在拐角处发现 犯罪嫌疑人的防盗门是打开的 侦查员通过观察发现 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正背对着虚眼的屋门 正在清洗遗物 两名嫌疑人有可能正在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我们都认为这应该是最好的抓捕时机了 警方即刻行动 有惊无险的顺利控制住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民警在租住屋内 搜出了犯罪嫌疑人用于作案的骷髅面具 仿真枪 口罩 手铐 车牌等工具 和一些盗抢来的赃物 在小区外墙的道路旁 起获了赵先生背捷的白色越野车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刁某因沉迷赌博 还欠下了一大笔债 刁某为了还债 便提前在网上购买仿真玩具枪 然后给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刁某某打电话 约他到千安来 一起做些来钱快的买卖 刁某某好意勿劳 当他听刁某说出抢劫的计划后 两人一拍即合 他说什么 这个 他的发小就干什么 他就把他引到外路上来 两名犯罪嫌疑人 在河北千安一些小区 事先进行踩点 发现他们作案的小区疏于安全防范 便连续作案四起 124抢劫案发生后 引发了当地群众的广泛关注 两名犯罪嫌疑人 害怕再次作案 被警方抓住 于是便把目标转向了临近的栏线 驱车到栏线 杂车作案四起 两名犯罪嫌疑人 还交代了 2015年11月26日凌晨 他们在刺激作案时 被驱逻民警发现 慌忙驾车逃窜时 撞车并毁灭证据的犯罪事实 由于赌博的不良嗜好 犯罪嫌疑人刁某 不仅失去了稳定的工作 而且还将和他的同伙 接受法律的制裁 而在124案件中 受害人赵先生和家人 面对抢劫的犯罪嫌疑人 冷静应对 借机脱险 并及时报案的做法 值得称道 也为警方后来的侦查破案 提供了线索 公安机关 让我给大家回家提个信 一个人要尽量的配合 犯罪嫌疑人的指令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然后再迅速报警 由公安机关来尽力的进行侦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